眼看著第二劑AZ疫苗已经开放预约 下周就要开打了 那么BNT疫苗也即将要大比的到货 倒是莫德纳疫苗怎么最近都静悄悄的 而第一劑施打莫德纳疫苗的 难道要成为疫苗孤儿吗 不少在台中风人 不少人是打第一劑接种莫德纳的长辈 还等不到第二劑可以打 就纷纷跑到了里长办公室问说 到底什么时候可以打到莫德纳呢 七八位民众拿着小黄卡 来到里长办公室排排坐 因为他们都要问 何时才能打得到第二劑莫德纳疫苗 民众越僵越活大 因为他们都是六十五岁以上的长者 在七月初就接种疫苗 眼看接种间隔十二周时间就快到 AZ疫苗都已经要开打第二劑 他们却没有一秒可打 通平政府的效率几乎是零 成功施打第二劑莫德纳的有多少 根据CBC公布资料 截至九月六号为止 只有十分之一的人能打到莫德纳第二劑 六十五岁至七十四岁长者 第二劑施打率更只有百分之零点七 连一趴都不到少得可怜 剩下只有十几天而已 再不打的话免疫力就降低了 政府你是要怎么办呢 这样的数字是非常惊人 而且非常会造成我们长辈的恐慌 这不是只有色皮力一个理的事情 应该是整个台中市 整个全国都会有遇到同样的问题 不少民众再过两周交过接种建议期 疫苗保护力还剩多少令人担忧 眼看掉他病毒来势汹汹感染力惊人 希望政府重视加紧脚步 补足第二劑防护力 别让第一劑施打莫德纳的民众 成为疫苗孤儿 莫德纳在哪里